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都可以在目录中通过点击效果器名称来快速开始学习或温习 每一节课的时间长度取决于对应效果器的复杂程度 个别效果器可能非常简单 可调节参数非常少 这样的课节时间长度可能会非常短 还有一些效果器是在后期婚姻中经常用到而且非常重要的 例如均衡器 压缩器 混响器 延迟效果器等等 这样的课节时间长度可能又会很长 本节课您将学习到如何正确地插入效果器 插入效果器非常简单 只需要将要添加的效果器插入到轨道中就可以 例如在QBase和NuAndu中我需要为人声添加一个API的均衡器 首先我就要选择人声轨道 然后在轨道属性区的Insert位置点击鼠标左键 在选单中挑选需要添加的效果器就可以 在Soft Studio中点击需要添加效果器的轨道 然后点击FX按钮会开启一个效果器选单 在选单中选择一个效果器 点击Add就可以添加到该轨道中 在Audition中点击Mixer调音台 在FX位置点击小三角按钮 在选单中选择需要添加的效果器就可以 在Samplitude中点击快捷键M开启调音台 在Insert位置点击小三角按钮 在选单中选择效果器名称就可以添加该效果器 插入效果器的效果只能作用在该音轨上 如果我们需要对某些音轨添加相同的效果器 则可以使用编组功能 然后在编组轨道上添加一个效果器 这时这个效果器的效果就会同时作用在被编组的音轨中 编组实际上就是将音轨的信号直接输出给编组轨道 所以当我们需要将某些乐器或人声做同样的效果时 就可以将这些音轨进行编组 然后在编组轨道上添加效果器就可以 例如在Cubase和Nuandu中 在轨道属性区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End Group Channel Track 然后点击OK 这时轨道属性区会添加一个Group轨道 将音轨的输出设置为Group轨道就可以 这样当我们在Group轨道中添加一个效果器时 这个效果器的效果就会同时作用在被编组的轨道中 在其他的宿主软件中 这种编组轨道的名称稍有差异 例如在SourceStudio中 这种编组轨道就叫做总线 默认情况下SourceStudio的所有音轨都是编组到总线1的 所以我们需要将某些音轨编组到其他总线 方法也很简单 点击需要编组的音轨 然后在总线的位置选择2 这表示我们已经将该音轨的信号输出给总线2了 接下来选择总线2轨道 在总线2轨道中添加效果器就可以 在Audition中这种编组轨道又叫做Bus 建立Bus轨道的方法非常简单 点击音轨的输出 选择EndBus就可以增加一条Bus轨 这时该音轨会自动地将信号输出给Bus A 有了这条Bus轨道后 我们就可以将其他音轨也输出给Bus轨 这样当我们在Bus A上添加效果器时 这个效果器的效果就会同时作用在被编组的音轨中 在SampleTude中对于这种编组轨道也叫做Bus轨 建立方法也相当简单 在轨道属性区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InsertDelay Tracks 然后选择New SunMix Bus 这样就可以建立一条编组轨道 点击快捷键M开启调音台 将音轨的输出设置为Bus E 就可以将音轨的信号输出给Bus E 这种编组的方法非常适合某些声部需要添加相同参数的效果器 例如我需要为人声合唱添加相同的压缩效果 那么我就可以将所有合唱轨道的输出设置为Bus 然后在Bus轨道上添加压缩效果器就可以 还有一种添加效果器的方法叫做OxBus 也就是辅助发送 辅助发送就是可以将一条或多条轨道的信号 发送出去 发送的位置是Ox轨道 这种方式非常适合添加混响或延迟效果 因为当我们将混响或延迟效果器插入在Ox轨道中 就可以透过发送量和Ox轨道自己的音量推杆 来控制混响的干湿比例 也就是混响的效果量 好处还有很多 例如我需要为所有的鼓件都添加相同的混响效果 但是我希望每一个鼓件的混响效果量都不一样 那么我就可以将鼓件音轨发送到Ox轨道 然后在Ox轨道中添加混响效果器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发送量来调整每一个鼓件的混响量 在每一个宿主软件中对于这种辅助轨道的名称也有一些区别 例如在Cubase和Nuandu中 这种辅助轨道就叫做FX轨道 建立方法是在轨道属性区点击鼓标右键 选择Add FX Channel Track 这时会弹出一个选单 在FX位置可以选择需要添加的效果器 点击OK按钮便可以添加一个辅助总线 接下来选择需要进行辅助发送的音轨 在Sense位置选择该辅助总线 透过调整发送量来控制混响效果量 但前提是混响效果器必须调整为全部的湿声 也就是全部的混响效果声没有一点原始干声 在Sense Studio中相对麻烦一些 点击这个R按钮可以切换到Aux轨道 将Aux轨道的输出选择为默认总线 然后在Aux轨道中添加混响效果器 接下来切换到音轨区 选择需要进行辅助发送的音轨 在Aux1位置点击In按钮 表示将该音轨发送到Aux1 最后调整发送量就可以 在Audition中辅助发送和编组是通用的 在需要进行辅助发送的音轨中点击Sense 位置的小三角符号 选择Anibus就可以建立一条Bus A轨道 同时这里的辅助发送已经指向了Bus A 在Bus A上添加混响效果器 这样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旋钮来控制发送量 也就是混响效果量 在SampleTude中点击快捷键AM开启调音台 在需要进行辅助发送的Aux1位置 拖动这里就可以建立一条Aux轨道 在Aux轨道中插入混响效果器 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Aux计量条来控制发送量 关于如何加载效果器就讲到这里 由于篇幅限制 还有很多宿主软件的加载方法没有讲到 如果您对于插入效果器 辅助发送和编组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登入音频教学网进行发帖提问 我与论坛的热心会员都会尽力的帮助您 好,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效果器上方的一些按钮 左侧的位置分别是撤销和重做按钮 我们可以使用撤销按钮来回到上一步的操作 或使用重做按钮回到下一步的操作 Setup A可以进行AB对比 您可以将第一次调整的参数保存成A 然后将第二次调整的参数保存成B 这样您就可以透过点击这里来切换两次设置的参数 从而进行效果对比 AB位置显示的是两次参数的对比顺序 漏带按钮可以加载预置参数 Save按钮可以保存预置参数 问号可以开启英文说明书 好,从下一节课开始 您将学习到Waves钻石插箭包所有效果器的使用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